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不理解 比较恐惧 内心比较紧张 第二个呢 我们要注意一些年大体弱的病人 这些病人年龄比较高 同龄脑胀 合并因素比较多 家属我们在进行理疗也好 进行针灸也好 操作的时间比较长 或者我们的手法做的比较重 那么这些因素当给病人做完之后呢 往往做完之后它松解了 松斥了 因此当它做完了 要是起床起的比较急 或者下床下的比较快 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 往往头晕比较多 再头痛的比较少 悬晕就可以发生 因此这样病人我们做完之后 一个是治疗时间 病人年大体弱 不要太强刺激 不要时间太长 起的时候要叫病人有准备活动 体位要慢 慢慢先坐起 坐一会儿慢慢下地 下地以后最后抬头 站稳了在外部 这样避免一些 悬晕的发生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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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